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图吞并六国 一统天下 而被嬴政换作重负的吕不韦 却成了嬴政开疆拓土的一大阻碍 吕不韦有大恩于嬴政 早在嬴政的父亲义人 在赵国做人质之时 腰缠万贯的吕不韦便常资助义人一家 连嬴政的母亲赵姬也是吕不韦送给义人的 后赵国遇杀义人时 吕不韦暗中密谋护送义人归秦 并助其夺取太子位 这才有了如今的秦王嬴政 而吕不韦也因此从地位低下的商人 到秦国相国 门客上千 十亿万户 位己人臣 然而功高震主 嬴政已不是当年的少年 他的才能与野心日渐显露 他需要的是执行力强的王侯将相 如李斯 如王俭 而不是整天和他唱反调的政治家 吞并六国 嬴政采纳了李斯的笼络烟旗 稳住处位 消灭韩赵的建议 第一个目标是韩国 然而对韩国吕不韦却组和 借此冲突 嬴政趁机夺了吕不韦的权 而此时的秦国 还有另外一大势力 常信侯 常信侯烙矮 曾是吕不韦的门客 是吕不韦放在太后 召击身边的一枚棋子 凭借着太后的宠爱 名义上为太监的烙矮 夹关禁绝 成了独立于吕不韦的庞大势力 嬴政曾几次试探烙矮 却都被其逢场作戏掩盖过去 和吕不韦的强势不一样 烙矮是一个会在人前示弱 在人后算计的狠角 在这鲸鱼算计和杀戮的秦宫 唯一能让嬴政觉得慰藉的 便是赵女 赵女本是赵王宫里的一名小厨娘 也是嬴政小时候 在赵国做人质时所结交的朋友 两人青梅竹马 在嬴政流落他乡为人鄙夷的日子里 是赵女给了他关爱与庇护 赵女过惯了洒脱随意的生活 秦国宫廷的诸多束缚 使他想回故乡 但当嬴政将他六国归一的宏图大志 展现在赵女面前时 赵女选择了留下 六国一统 天下太平 百姓便不必再流血 城内也不会再有战争 嬴政的野心 此刻在赵女的心里成了美好的梦想 要救护那里的百姓 人民到处都建立郡县 让青年的官吏来管理 让遍地都长满了河水 百姓可以安居乐业 把赤道修到边角 把长城住到远方 眼下秦军正奋力攻韩 可在秦国为之的燕国太子丹 却突然闯入 要挟嬴政停止攻韩 太子丹知道 韩国只是嬴政灭六国的开始 一旦韩国灭 则六国之势必弱 其他各国怎可能安然无恙 对韩开战在即 嬴政必须笼络燕国 才能稳住破六国合纵的策略 于是赵女提议 让太子丹回去 她也将随太子丹回燕国 为将来嬴政出兵燕国 寻一个理由 为了取得太子丹的信任 赵女瞒着嬴政去请了字 罪名是叛秦出逃 果不其然 燕丹相信了赵女脸上的次字 也相信赵女叛秦 两人成功逃出秦国 太子丹不知道的是 这次出逃的机会 是赵女让嬴政安排的 顺其自然 赵女和太子丹达成了次秦的密谋 两人顺利回到燕国 这天赵女在九四喝茶 正好碰上一场混乱 一个衣衫蓝绿 挑着草鞋的商贩 因为要救一个偷吃的小乞丐 和九四老板起了争执 失手误杀了人 一时间九四一片仓皇 这个商贩也被监狱时送上了档幕 可这商贩却没有一分慌乱 赵女默默观察着这一切 此人行为果敢 不畏生死 是作为刺客的上上人选 等到燕丹召见了这商贩 才知此人正是他一直寻找的刺客 荆轲 然而荆轲不愿前往秦国刺杀嬴政 数年前 他确实是一名刺客 可在一回省刺中 他完成任务时 却突然出现了一位盲女 他心生怜悯 想要放过她 盲女却选择自行了断 自那之后 荆轲的心里 似是压上了一块巨石 盲女自吻的情景 反复在脑海里上演 如今 他宁肯忍胯下辱 以稀释宁人 也不愿再杀人 躁怒的燕丹 把劝服荆轲的任务 推给了赵女 于是赵女将荆轲从牢狱中解救出来 并带到高健里处疗伤 只是赵女不仅无法说服荆轲 还逐渐被荆轲的道义所动摇 曾经名震四方的刺客 如今见下柔情 不再杀戮 非怯弱 时忍道也 可燕丹那边 却等不住了 嬴政正起兵四十万 集结于韩赵边境 右手灭韩 左手准备公赵 而赵国与燕国相连 燕丹担心 秦国公赵之后 便是亲燕 他见荆轲这边行不通 便派特使 联络常信侯 烙矮密谋 烙矮虽有宦官之名 私下里 却是个十足十的男人 他与赵太后 私生了两个儿子 太后以算卦辟邪之名 搬到远离咸阳的雍城 离宫去住 烙矮深知 两个儿子日渐长大 一旦东窗事发 父子三人 便将死无葬身之地 燕丹的来信 无疑给了他机会 是时候放手一搏了 这么些年来 他的势力也不小 未必不是多位的机会 只要嬴政一死 让赵太后 再扶自己的儿子 何尝不可 烙矮还没有下定决心 嬴政便在离宫 发现了两个孩子 两个在太后寝宫的孩子 患烙矮父亲 这不是太后和烙矮的私生子 是什么 顺时 离宫兵变 一触即发 烙矮谎称 孩子是他的侄子 而嬴政没有带兵 也只能笑笑过去 只有赵太后 吓得不轻 烙矮和嬴政 都没有胜算的可能 便都就此作罢 然而 嬴政一回去 就开始让樊无妻做防备 而烙矮也不得不答应 严丹的谋义 紧急夺攻杀嬴政 他私自挪用了太后的玉玺 以太后之名 调来宪祖和宫旗 可当他率军 一路畅通无阻的进攻 齐年宫时 才发现嬴政早有防备 而此时 自己已被四面包围了 大势已去 他只能投降 以求嬴政放门客一条生路 然而嬴政当着他的面 将所有门客氏族乱箭射死 并把两个同母义父的弟弟 装进麻袋摔死 此刻嬴政指导是母亲 准备用和烙矮的儿子顶替他 再大的哭喊 也无法唤起他的侧隐之心 尤其是当母亲和烙矮相拥在一起时 背叛和耻辱更是在一步步吞噬他 可是烙矮也不是能善罢甘休的 他的孩子都死了 自己也难逃亦死 他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夺走了 临行前 他告诉嬴政 他是篡位谋反 嬴政的王位 何尝不是篡夺来的 嬴政是吕不韦和赵太后的儿子 嬴政是赵国人 连秦国人都不算 又如何是秦王 嬴政知道烙矮说的是真的 只有父亲被夺权之时才会甘愿下位 不反儿子 一向杀罚决断的嬴政痛苦万分 他没有办法对吕不韦下手 他记得自小是吕不韦带着自己玩 教自己道理 并把自己扶上王位 他让吕不韦告诉天下人 他不是吕不韦的儿子 可天下人如何能信 只有嬴政杀了吕不韦 天下人才会相信 吕不韦不是嬴政的父亲 毕竟天道伦常 儿子不会杀老子 吕不韦也深知这一道理 为了成全儿子 他选择了自义 吕不韦的死正好能堵住悠悠众口 让天下人相信 嬴政是秦国人 是秦庄相亡的儿子 赵告天下 吕不韦 是叛逆 烙矮谋反失败 燕丹没了一条路 便决定将希望寄托在赐秦上 而此时 嬴政已经灭了韩国 决心整兵公兆 嬴政曾在赵国度过了整个童年 那段年月大多黯淡无光 身为人质的儿子 他一出生就只能任人宰割 他曾被人唾弃 遭人鞭打 他还要在这种鄙夷之下 日日为赵国王室放马 而如今 他成了王 他要让整个赵国 匍匐在他脚下 王姐 臣在 我要报仇了 是 灭赵 赵王为难 知道自己根本不是秦国的对手 正打算将国内所有儿童 求于祖庙 待秦军攻城之日 戴上城头 全体殉国 这个消息传到了赵女耳中 数十年后 无赵人了 赵女大惊 他知道是一统六国 能救百姓于水火之中 可谓长痛不如短痛 但无论如何 怎么能让所有孩子都殉国 战与不战 皆是生灵涂炭 他决定去会见赵王与秦王 一路上铁骑踏过 遍地交土 可我一路上看见 是你的军队 把人吊在房梁上绞死 绑在柱子上射死 把村庄仪为平地 城池烧成废墟 当战争真的开始 流血牺牲便成为兵家场势 平头百姓也在劫难逃 赵女祭求嬴政 务必保全赵国的孩童 嬴政答应了 此刻赵女对嬴政的一统天下 已经迷惘了 她不知道 这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七国连年战乱是真 百姓苦不堪言是真 嬴政想要结束天下纷争的雄心壮志 也是真 而眼前这一统天下造成的生灵涂炭 更是真 作为赵国人 她只想保全赵国人 她动身与燕丹会合 意图举兵铸造抗秦 可当赵女赶到赵国与燕国的边境时 却发现燕丹已经位战退兵了 赵国都城邯丹已经成了一座空城 失守遍地 嬴政答应过她 保全孩童 可是孩子们的心里已经种下了国仇家恨 一口唾沫吐在嬴政脸上 嬴政是在仇恨中长大的 她知道仇恨的力量 是仇恨成就了秦王嬴政 她绝不能让仇恨成就赵国人 未绝后患 她活埋了所有孩童 至此 赵女与嬴政将势不两立 她把与嬴政之间的谋划 对荆轲和盘托出 她想要的是天下太平 不是嬴政靠屠戮天下 得来的天下一统 荆轲知道 待秦国公烟之时 燕国的孩童 也将是被活埋的下场 她决定刺秦 是嬴政的杀戮 让荆轲重拾手中的剑 也是嬴政的杀戮 让赵女永不归秦 若想刺秦便要面秦 可见王面并非一世 秦国名将樊吴七 愿意献上自己的人头 助荆轲见嬴政 樊吴七当初助嬴政产出烙癌 就此得知嬴政是吕不韦的儿子 他答应嬴政 绝不泄露此秘密 然而嬴政还是背信弃义 决定将他赶尽杀绝 即便愿意助荆轲刺秦 他也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 你要是见了大王 我要你告诉他 大政宫那个秘密 我对谁也没说 画壁 樊吴七自吻身亡 首集成了荆轲献给嬴政的礼物 风潇潇兮 易水寒 壮士仪去兮 不复还 易水之兵 燕丹和赵女一行人目送着荆轲 带着副使秦武阳上路入秦 到了秦国 秦国的阵势让秦武阳慌乱 他额肩冷汗直冒 致殿尖时 早已是下的T四横流 动弹不得 荆轲见状 便左手拿起燕国独亢之徒 右手捧起庄有樊吴七头颅的炼盒 置身上前 他操着一口淳朴的燕帝方言 磕磕绊绊地走过池中浮桥 引得两边大臣隐隐发笑 他假装是燕帝不懂李树的莽夫 絮絮叨叨地诉说着自己的紧张 而后又大喝一声 自己视为燕国委派之刺客 你们是被小人来杀大丸的 一语济出 朝野震动 可嬴政仍以为 此人不过是赵女赵来 做做样子的刺客 这样一来 既取到了樊吴七的头颅 以及独亢之地 又为起兵攻烟 寻了由头 一举两得 刺客既已坦白 便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于是 嬴政放松了警惕 直往荆轲手下的地图看去 当卷轴推展 穷尽之时 一把荧光闪闪的匕首 突然出现 嬴政大惊 躲过一次 却被荆轲一把拽住 刺烂了衣袖 朝堂之上的大臣们 手无寸铁 惊吓之中 膝嚷逃窜 嬴政惊呼着 滚下了阶梯 而后又绕住奔走 掉进池里 身上背负的长剑 迟迟难以拔出 两人在池中 周旋不停 最后 还是邵司礼帮助嬴政 抽出了长剑 嬴政叫喊着 刺了上去 剑锋刺中荆轲心口 嬴政心中惊吻未定 有续上几剑 直至荆轲无力贪倒 仰靠在朝堂之上 他笑了 笑嬴政眼中的惊恐 与凄凉 笑这个赌掌乾坤 却又微不足道的人 为了为荆轲收尸 赵女再次 站在嬴政面前 赵女 然而 之中扶桥横根 再也回不去从前 请忘了 盈政 你忘了 一统天下的 大怨了吗 好了 我是小明的媳妇 请关注看电影了没 和我一起成为K星人 我们下期再见